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新章鱼 还活着呢 还活得可好了呢 看这小螃蟹爪爪给你吃的 看这六心不认的小步伐给你走的 它不仅没刺 它还溜的 哎呀 我这心情甚是欣慰啊 然后你们要的弹图鱼 今天终于更新了啊 为了这点弹图鱼 我特意还开了个小缸 特意养点黑壳家 来兄弟 干了这只虾 弹图鱼这玩意 我发现两级分化太严重了 这状态好的 能吃是真能吃啊 那家伙有的时候 他都撵着这个绳去咬啊 那状态不好 我得被排挤的 就在水底下一趴 啥也不干 也不吃东西 而且我怎么感觉 一直在咬我这个虾 那是同一只弹图鱼呢 来给那个再来一个 来来来来来 哎乖 完了我发现啊 自从我养了弹图鱼以后 粉丝总私信我说 弹图鱼都成群结对的啦 让我给唐狼虾他们赶紧找个对象吧 那这不扯蛋呢嘛这不啊 就这尿箱 唐狼虾这玩意的第一是多强啊 一对放一起 要么只能活一个 要么干脆又通亏于尽 那通光九字干呢 再说这玩意今年确实不好买 我这费劲巴拉的 我收了两个月才买着这只 还找对象 我给他找个朋友都费劲 不过我们人类找朋友 就没有那么困难 瘦是现在年轻人里面 超过的社交软件 你不知道别人谈恋爱 交朋友那么多都哪来的吧 他们现在都在瘦玩 搭建各种兴趣圈 开黑捞壳杀掉脸卖 然后顺便提一下 你像我养的鳄龟 牙鱼雷龙这些 都是单养的东西 大部分动物的情感 都没有我们人类这么丰富 可能在这些动物的眼里 孤独这个词是啥意思 他们都不知道 不过想想这也是一种幸福 小玩意吃完了 我这就拍个弹图鱼的工 你吃的也太快了 这小章鱼好像没吃饱 我就出来找神来了 实验一下啊 你看 我去我去 好大的力量 这色素细胞都爆出来了 我去 哥 你先把手撒开 那螳螂虾嘴里还有个龙虾 我趁他不注意 又给他抢下来给你啊 你先撒咯 这是我得拿夹子干呐 我不敢伸手 伸手他弹我呀 这就是我发生的 这就是我发生的 不是这个柠檐 那就是我发生的 不能说 这个就是我发生的 那就是我发生的 我不敢说 很多我发生对我发生的 然后更多 你明白了